那台中的立委补选 现在就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绿营在确定征召 这个林静怡之后 那现在林静怡 当然就是一个主将 所以他也就呛瞎了 中二选区难道就是只能 姓言一个姓所能选的吗 那现在呢 包括林静怡提出相多质疑 针对这个空屋的部分 针对这个公投的部分 都要问这个卢秀卫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或说可能要参选的 严宽恒你也要回答 那同时我们看到 严宽恒现在迟迟未定 到底要不要参选来正好 现在呢包括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都说 一切尊重地方 由地方来协调 最后一定会推出一个 最强最好的候选人 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给严宽恒给丢包了吗 同时我们看到 卢秀卫在前两天 已碰到严宽恒 竟然无视他的存在 就这样擦身而过 到底现在怎么回事 国民党的朱立伦 跟这个卢秀卫 为什么对于严宽恒 要这样保持距离呢 第一件事情 我问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如果今天罢免案的结果 是八万多比三四万 3Q哥拿三四万票 请问严家现在还犹豫不决吗 不可能吗 现在就是因为只赢四千多票 四千多票意思是什么 严家吹到紧绷 拿七万多票对不对 未来如果到不选 可能要八万多或九万多 那两万多票谁要帮他升 有几个人要帮忙升 第一个 卢秀卫要帮忙站台 卢秀卫在当地是可以跨过 蓝营的基本盘的 是有中间选民支持的 第二件事情 未来一定是空战 批同概念 我们刚才讲一大堆 谁要帮严家打空战 你是严宽恒亲自来我们节目 跟大家来一个辩论吗 澄清吗 大概比较困难吧 你可能需要我们希望他来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非常欢迎 但是问题是看来不太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说需要党中央的一些 空战高手 叶元支之类的 来协助吗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 你朱立伦总不会是说 每次少接受你人就到 然后两串交 一点资金都没有吗 当然的严家资金雄厚 背景雄厚 蚊子再小漏也是漏啊 这样选长你党中央要怎么样支持 五百一千 一千五两千 都谈清楚吗 还有卢秀燕这边除了地方来协调之外 朱立伦能不能夹板机 让卢秀燕能够来加油来协调 所以说其实对于严家来说 当然结论一定是严家 可中间有很多需要拼凑的过程吗 那个东风需要来吗 其实严家没有放弃哦 你还记得吗 严宽恒最后一次发文是发 那个所谓的这个良民政 可刚刚发了一个新闻吗 他去看蒋世儿吗 对不对 这个 关心弱势就对了 第一个关心弱势 第二个全国性新闻嘛 对不对 他是一个出工 然后被雇主虐待致死等等的嘛 他说我要去帮忙 去提供法律服务 还其他相关服务 上新闻啦 所以他开始慢慢动了 慢慢动 可是中间有一些没有 没有巧好的地方嘛 所以对于严家来说 他当然会要希望说朱立伦说 不是这样子 这跟吃饭时候 谁揪谁买单意思一样嘛 两边是谁开口谁求谁 这是朱立伦派说 严家请你推出最强人选 还是严家跟朱立伦说 请党中央提名我们严家 不同概念 如果今天是严家去 拜托党中央提名严家的话 那你严家自备良草 自负成败啊 那可今天呢 罗斯拖到朱立伦说 拜托啊严家你们这边 不是你出来不行了 那接下来就顺势爬他看下去了嘛 到钱 粮还有空巨的资源 要怎么处理嘛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当然结果都知道 可是两边在挤嘛 那现在朱立伦是 打算丢包严寬恒吗 反正就你自己处理 你严家自己处理 朱立伦也懂 朱立伦也懂 你太早开口 这事情就扒拉肯定下去了 跟你脱到最后一刻 严家也耐不住的时候 大家扒拉肯定比较好画嘛 那他们在玩一个很 传统的国民党的宫廷文化 这什么时候还在玩这种 不是也没人可以跟他玩嘛 严家都笃地嘛 一看严寬恒还说 尊重地方 有没有其他人出来选 对 其他人摸摸鼻子 假装没听到这种 对嘛 怎么会出来嘛 其他来人摸摸鼻子 假装没听到 那更有趣的 台中市党部竟然说 党中央都没有来电 是什么啊 完全不管台中的 台中市党部听 中央党部还听严家的 我反过来说 台中市党部跟严家比较好 还是跟中央比较好 这一定的嘛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块嘛 那朱立伦也说 那你既然来这套花 那你请你地方来协调嘛 顺势把球丢回去嘛 所以他们在玩这个东西嘛 当然是领事派系大佬啊 他们就常常互动的嘛 这件事情是很清楚 是地方党部跟严家 其实遭有共识嘛 可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parking怎么化 朱立伦怎么样协调 你总不能像上次罢免案一样 中间帮的忙 其实坦白说并不多 然后讲人家三人立委 还被反杀 然后最后呢 扫接的时候就来 然后结束还开个记者会 好像首站集中 成功了 这件事情当然严家都看在眼 那卢秀燕呢 卢秀燕为什么保持距离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卢秀燕保持距离 当然他会 他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 如果今天我乐战下去 全力学严家的话 严家过关后面要不还 要 要还 要还 他没有帮他拔剑啦 应该这样讲 他在这个罢免期间 他被人家这个 炒船射箭 已经射了那么多箭在身上 你现在要我出来选 你好歹你也帮我细细糊糊的 这个 一个都没有 没有 没有就担你说 还是你要开电影的 你就自己再去处理 我的小孩跟你拍拍手 所以难怪他们会吞不下去